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欢迎回来我们新一集的《神陈秘秘》的节目 一见到我们的原班人马 就知道我们上次游未尽 所以我们会继续录下去 所以我们会继续去讲 为什么我们会选择才子 上一集我们讲到 就是里面有些概念 有些什么观念 令到我们用读信 在措施的路上去走我们的人生 或者推广这件事 今集我们觉得那个点 还可以继续讲下去 上一集我们讲到最后就是 讲到攻击性这件事 很多人就去理解攻击性 不是 我要先介绍大家 是不是也要先介绍一下大家 先介绍到上一集那里 上一集那里 上一集那里就在掌握 上一集那里去看 就是冬冬 我们的客席主持 然后就是阿品和阿J 我们都是蔡司的战友 好了 去回攻击性 好 去回攻击性 攻击性 被人听到攻击两个字 就觉得是会受伤害的 是不好的 是负面的 但是在蔡司里面的攻击性 是一个忠性的一件事 他用英文是aggressiveness 是吗 aggressive 用aggressive 这个字 蔡司里面的攻击性 到底是什么呢 不如交给阿品去讲 是的 譬如大部分人觉得攻击是一个不好的东西 好像他们混合了侵犯 没错 其实攻击只不过是一种表达 他用一个很简单的东西去说 就是说一个妈妈要生产一个BB的时候 她要有很大的力去推她出去 这种已经是一种攻击性的力量 你有意向地想生这个BB出来吗 是吗 她不是意向 而不是思考 而是攻击性是一种自然 其实是一股能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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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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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有时候我们一直有一个说话 很想跟你说 这就是攻击性的能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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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種很自發性的感覺 是的 我認為是自發性的 自發性的感覺 你是在不同的東西上 譬如花要打開 然後打開那一刻 那一刻也要力 那一刻也是一種攻擊性的表達 所以初初看這個字 我很喜歡蔡詩的原因是 它有很多字出來 你會有自己一套解法 然後它跟你說的話 又不知說什麼 你以為這樣 然後它又這樣說 那你就會去想 你開始會見囚 究竟我想的東西 到底它在說什麼 在開始這一刻想 你才開始發現一些未知 蔡詩好的地方 資料好的地方就是 你不可以一下子看得明白 除了它很長之外 還有就是它用的字眼 很特別 但那種字眼 會令你不停地反思 究竟它在說什麼 究竟我自己平時又怎麼想這個字 所以大家不要斷章取義 但是關於攻擊性這件事 剛才阿品說到自發性的時候 我都想起 忘記了在哪裏的資料 那一種東西會找到的 靈魂有一個本性 就是向上和向善的本性 這件事也是 可能是攻擊性的原動力 也不一定的 那種你們想去成長 就像一棵草會向著太陽生 這樣我們的本性 所以我們想學習 我們想經歷 因為我們想向上 向善和擴展 好 攻擊性有什麼道理 在裡面呢 嗯 譬如他們會 其實 我想蔡詩在講解的時候 是想你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因為它沒有辦法用理解 即是字眼的理解 沒錯 你要感受一下 究竟它在說的是什麼 那麼攻擊性 其實當然 按到就是 其實我的自發性 就是幾次攻擊性 例如 其實蔡詩說的 如果你是 有一個杯 放在別人身上 然後水淺在別人身上 如果那個人 是不喜歡 但是他 連眉都沒有遮一下 覺得 好像不夠合適 如果我要遮一下眉 這樣 我大方 那你就會把你的攻擊性 抑壓了 其實是你的表達抑壓了 如果你的攻擊性就是 大哥 你放輕力一點 你不要弄我 那人就會知道 我放大力了 他就會接收到 你所要表達的訊息 而得到成長 或者知道 他知道怎樣跟你互動 是的 所以這個攻擊性就是 你有一個衝動 是在裡面出來的 包括所有的訊息 情緒 思想 這種攻擊性 是需要被完成 如果你不完成 就會變成抑壓 我突然有些事情很想說 我們自小的學習 這個就是攻擊性 哈哈 我們自小的學習 所有事情 都是被人壓抑壓我們的攻擊性 是的 我們這種文化 或者這種 我們學禮貌 學和別人的互動 都會很合適 做一個對的人 因為我應該 如果聽你這樣說 我是一個攻擊性很強的人 就是你小小的學習 我便有 但是一直 我學習的就是 你不能按的 女生怎麼可以按的 就是我現在 沙士之後 很多人都喜歡用鎖鼠的按鈕 我真的覺得這些人 是很無功德心 很自私 是嗎 有鎖鼠的按鈕 你有機會去看一下地方 即不是用自己的手 他是用鎖鼠去按鈕 哇 我真的看完眼火爆 第一 容易壞 第一 你會捉花別人的鎖鼠 你很無功德心 第二 你這麼怕不衛生 你就按完之後 你回家洗乾淨的手 那 我前兩天 就是有個女人這樣捉 然後我下鎖鼠的時候 我問你會捉花的 你這麼 這麼需要衛生 你就洗手 那我隔壁的朋友便說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是沙士來的 為何你這樣 我覺得現在就是我們學習 很多人 我們真的要容許自己的攻擊性能量出來 因為我很記得 我說完之後便 爽了 哈哈哈哈 其實你是完整了自己 是的 是的 我想起 雙庭的小朋友 我也跟大家分享過 他們是一些接受Ward of Guard的小朋友 我們每次去雙庭的家裡 那一頭 用我們的赤袋去看 覺得他們幾沒有禮貌 即是他們那種 你又來了 哈哈哈哈 你又來吃我家的東西 你吃東西不給錢嗎 即是這樣的態度 或者他對遊戲機 這樣說 小朋友 他真的是這樣的 但是呢 我又說 為何不管一下他的 或者不教一下他的 但是呢 其實 最近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見過 雙庭的大兒子 很大的轉變 他變成一個很有禮貌 很主動去幫人 和經常笑的小朋友 我不知道他發生了什麼 心路歷程 但他會發覺 原來他長大了 他的我生出來的時候 他要跟別人互動的時候 當我建立得完整的時候 他可以跟別人很平衡地互動 那種互動 或者我幫你拿阿伊 我便說 噢 好啊 我也呆了 恩典 是的 我覺得 噢 原來你讓他的我 他自己地生出來 就是剛才說的 你容許你的我出來 嗯 你接納你的我 和讓你的我出來 但是你的我 不是要質識別人 嗯 不是去操控 不是去操控 那個我 是很自然的時候 其實很容易會令到身邊的人成長 可能 他會比較孤寒 他會比較小心 他會比較失魂 其實每一個人的特性 組合起來一起 互相有成長 你不需要變得不孤寒 其實你可以孤寒 直到你有一天 覺得孤寒很悶 那你就不是孤寒 哈哈 孤寒很悶 或者 很奇怪 或者 我明白 我也感覺到 你攻擊性的意思是 你每一個人做回自己的時候 你不停可以很自在地去表達自己 你一定會利用到你身邊的人 對 沒錯 現在很可惜的 我們現在在文化 或者我們現在很大部分的互動裡面 是大力了的 因為我們其實好像 在一種 力量的拉扯裡面 因為每個人都要 表達一個 他的形象出來 或者是做一個 好樣的自己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 我們在公司裡面 或者是朋友之間的互動都會這樣 所以很多時候 那個出是會大力了 但是不要緊 大家一起去互相感染 互相感染 或者創造一個新的文化 或者好 那時候 他有一段時間 出賣你了 他有一段時間 不太平衡 然後就打仔 哈哈 你們不要學 哈哈 哈哈 不是打得很厲害 不是 然後我會馬上 人工罪惡感出來 是 就是勢力打的 也是打力的 是啊 總之哭了 我感受到 因為其實有時候 那些媽媽打仔 不是真的兒子錯 是媽媽自己的功課 就是那個處理不到 但是我就是說 攻擊性是OK的 我不是說 鼓勵他去打兒子 而是那時候 我反而是消減了他的罪惡 就是他覺得自己打了兒子 但是是因為自己不平衡 那我說不要緊 他哭得很慘 的時候你們就會內疚 沒錯 這個活動是很自然地發生的 除非 除非他是一個很不覺察的媽媽 那麼他就打極 都沒有反應 也不夠 直至到有一天 有一個人打到兒子不哭 他才開始害怕 我分享一下 Carmen老師 一件事 我有時在節目也說過 又出賣你 哈哈 他也知道我出賣你 這件事 就是他有一次回到家 他跟朋友回家 兒子的衣服都放在沙發上 然後 好像他只是見外套 是不是 不知道 總之就是他說 兒子 你們拿回你的衣服 其實他心裏已經很紅紅 覺得這麼肉酸 然後當他朋友走了 他把兒子拿出來 你啊 整天都是這樣 每次都是這樣 我幫你收拾 還沒收拾到多少歲 然後他就這樣 因為兒子已經很新年 還有他 我之前說過 他兒子是一個 一個 一個 上來我們這個節目 他就很羨慕地拿一件衣服 你告訴我 你不告訴我 我怎知道你介意 你告訴我 我現在就知道 我下次不會這樣做 他媽媽就 所以可能就是 我們有時候的互動是大力了 不過這也是這種關照 大家去關照自己 其實鼓勵我們 有任何有敢義法的事情 真的要好好表達 還有 講到攻擊性就會說 我們會信任裡面那一份衝動 裡面的那一份很原始的 你去罵人也是 現在好像經常 甚至乎你講外人也是 我們講到攻擊性一定是去罵人 不一定 不一定 譬如你突然間 心血來潮想打電話給 那個舊男朋友 說 其實當年我對不起你 可能是這樣 我們都會鼓勵這種攻擊性 你去腐散他 或者 可不可以說 我很掛念那個人 突然間 我突然很掛念你 這些通常大家不會反對 即是覺得 你去表達一些 你講攻擊性 很多人都會覺得 品工有攻擊性 但是它是很自發性的 他會覺得 他很肯定自己的攻擊性 因為他覺得 勞勞 你放一個字面 你不要說 是有問題 他那種攻擊性 他知道那件事 是對你 或者對自己 是有用的 是善的 譬如他可能會銀傷你 但那個銀是令你反思 所以他很肯定自己的攻擊性 但那個攻擊性是沒有負面的意思 還有一件事 好像我們會很擔心 聽做門 以為了 那就是老鳳罵 那就是老鳳罵 不是的 我肯定的攻擊性是 我曾經出過很多 好像很危機的攻擊 譬如我表達得 一般人覺得很過分 但是我看到結果是好的 我是不停引證自己的直覺和衝動 是對的 我不是沒有反思 我每一次 就是之前 很早之前 我還很疑惑 覺得自己這樣的特質 是不是很有問題 其實我應該要改 但是後來 應該要改 這些字是很痛苦的 哈哈 因為很多人回答你 但是我後來就知道 為什麼我要這樣 為什麼我不是像一般的 新年級老師這樣 光光外外漂亮的 為什麼我不是溫溫柔柔的 就是因為我是這樣才在 如果要多一個就不用我了 其實已經有很多 就是我只是 滿意市場上的一個 設計 其中 當然後來講 我覺得我們要做這個表達的時候 你必須要看到一個大的畫面 你不停要看到 原來我這個表達之後 後面產生了一個 一連串的好的結果 你必須看到之後 你才可以開始去 任性一點 使用你的攻擊性 初期我們會超過的 但超過的時候 你有時會放任 而合理化 我就很提議大家 不要合理化自己 而是看到大圖片 你究竟是在任性 還是在幫事情發展 有時 我會想起 像Angela那樣 我想打電話給個人 但是 我都會覺得 很噁心 突然之間打電話給他 我們的頭腦就會立即超過這個想法 又或者是 我們習慣了 在我們的成長過程中 做一個被接納的人 嗯嗯嗯嗯嗯嗯 很想被人接納 或者做一個 就會很容易 不斷地把別人 例如很多人對他負責 或者對我有什麼負責 我就會把別人的東西拿下來 然後 好吧 我就要做一個好的我 甚至我可能 把自己的東西扭曲 或者去隱藏 或者去抑壓 所以我就可以 生活得順心一些 或者是順利一些 對 但是後來也是不順利的 哈哈哈哈 有這麼容易分 對 對 因為 真的 我真的 很感慨 不要扭曲自己的人生 不要扭曲自己 做自己 做自己 做自己是最自然 最自在自勝的一件事 好了 除了攻擊性之外 我們還有一件事 就是 攻擊性的做字 有沒有補充 這個 嗯 我們接著再說 可能有補充的 好 我們順序 然後就會去講 實相 這件事 是嗎 因為阿板剛才 不是剛才的 其實是剛才 但我現在叫上一集 就是 我們有一個 創造實相 再做實相的工作方 關於實相這件事 其實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你的工作方 怎樣令大家去迷法這件事 我的名字叫做 修改信念再做實相 很搞笑 有很多人經常說 我創造我的實相 近來 我就發現了些人很喜歡 你的實相你創造的 你快想想為什麼 就是用這種口吻 對 來問責 我就很不喜歡 其實 我覺得這個字 是用來給我們每一個人 聽了自己去反省的 不是 撕給別人 然後告訴別人 撕死他 你看你啊 你的實相 你看你為什麼生病 活該你死的 你當然做了什麼事 那種狀態我不喜歡 我開這個 修改信念再做實相 意思是 你一定 即我已經暗示了 你一定有一些信念 創造了現在的實相 如果你要改實相 你一定要找到信念在背後 嗯 而你說實相是什麼 即我們經常都說 實相 蔡詩書說 實相是 你的身體狀況 你的人生經驗 你的人生經歷 還有你 啊 做了什麼呢 你怎樣看 什麼叫真實 嗯 即這三樣東西 再說一次這三樣東西 你的身體狀況 你的身體狀況 身體狀況 你的人生經驗 人生經驗 即是經歷經驗 還有你覺得什麼是真實 你對你來說 人生真實的東西 是的 是什麼 而我知道有很多人 會在哪裏 譬如覺得 他的人生經驗 並不是他做出來 即是老天爺安排 業障 雖如此 不關我事 不關我事 子宮期 我覺得 這件事是可以參與影響的 但是最主要是你現在這個自己 看到你的實相是怎樣 甚至乎你現在回索催眠 吹到以前的狀況 究竟它是怎樣產生的呢 研究實相 其實是研究你這一刻所知道的自己 是的 所認定的過去 你所認定的狀況 嗯 嗯 而我的工作坊 就是用了 其實我是講 個人實相的本質這本書 是的 我是將這本書寫的 我用了 頭兩章來講理論 是的 因為無可避免 不過我很怕 太多 用兩堂都已經很濃縮了 是的 即是濃縮了 我切了很多東西 但那本書是三百多頁 是的 一堂是 兩個半小時 兩個半小時 對 很濃縮 超級濃縮 所以我不讓他們插筆記 我可以錄音 不讓他們插筆記 我要他們看著我 他們有很多物料幫助我們 對 我有些給他們看畫 是有些很有趣的畫 而在那兩個小時解說之後 我就用兩堂的時間 一個是用情緒去追 一個是用思想去追 因為理論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到你真的應用在自己身上 你忽然間會很濃縮 局內人忽然間好像不明白 是的 所以我就要教他們怎樣用情緒去追一次 這個程度經歷了之後 他自己就可以開始用 我主要是這樣 追回自己的信念 核心信念是怎樣 是的 但是有很多人很想自己是相信 人是好的 他很想有自己 想到他連自己的信念都遮住了 我的WhatsApp 最主要就是畫回你相信那一層之後 看到你自己實際上 裡面是相信的人 即是真實的東西 真實的東西 他的本性 他的B型現在帶著了什麼信念 是的 有很多所謂修行人 或者是人 他會覺得我明白了 這件事 我處理了 我現在可以了 我現在正是 我現在是善的 我現在是向善的 是的 這個真的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你都會是 粉飾了自己 是的 粉飾了自己 粉飾了自己 或者是自我自圓其說的自己 但是真真實實去面對自己的本性 因為我們不可以說每個人的 其實都是每個人有所有的人性的一面 可能我們人生的喜怒哀樂 或者是人生的 我們都有貪心的部分 或者我有時會妒忌 或者我們會比較 又或者是 所有在情緒裡面 淡濕 是的 我們會演繹成負面的部分 都是我們的特質 所以每個人都是他的很獨特的特質 即是你要接納自己的本性 這是一個很大的功課 但是有一個很大的力量的來源 因為你真是接受自己的本性之後 你才能從那裡發生很多東西 你那個創造力 你那種 剛才說的自發性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的 其實 你剛剛 你說 剛剛聽你說的時候 很多時候我們看很多書 但是到了當局者的時候 你真的令我一套東西 我很記得 我也看了這十幾年的 新世代的書 三幾年前 你知道我面對過一些人生的很大的衝勁 我很記得我當時是很解決的 那我就去了 聽甚麼都聽不到的 是甚麼都聽不到的 是甚麼都聽不到的 明白的 所有東西都聽不到的 明白的 即是那些人聽到 不說了 都是這樣的 我看到你聽不到的 我很記得 我看到她的醫生那天 劉先生和劉太太說 你看看 她看了多少書 當她面對那件事的時候 她一樣是解決得那麼慘 嗯 我聽到那句說 是呀 為甚麼我看那麼多書 直到我面對我的人生大事的時候 我也是這樣 但我沒有 我覺得真的有時候 真的要很真實去面對 那我那一刻是這樣的就是這樣 但是時候我會看到 原來的東西不是沒有用的 在後面 搭配得很快 嗯 我會很相信 如果我沒有看賽斯的東西 我現在一定還有一批東西 我和你都在經歷差不多相同的東西 你都知道 你明白 然後我也是 看了那麼多賽斯書 又上了那麼多課 哎呀你現在不是也是這樣 我都會有一點自責自己 但其實我已經被一般人快了 去避免那些傷痛 所以我想說的就是 有些人會用很多時間 浪費了很多精力 然後你就會去軟天猶人 做了很多可能很傷害人的事 但是我覺得我走了賽斯 即是用賽斯的名字 這條路就快 即是會容易一些 所以真的不是說我們走賽斯這條路 我們就走暗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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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一條直路 其實都經過很多經濟 我們仍然有我們的劇情 劇本需要經過 但是沒有什麼經歷是浪費的 都是一個過程來的 就是我們學不學會 我們這些經濟 今年的年頭 我都抑鬱了一段時間 因為我媽媽要離開 其實沒有離開 有幾次醫生說 媽媽在幾個小時內要離開 你預備吧 她還要問你 到時有什麼事 搶不搶救 這些問題 即是要回答的時候 有一個人都要面對這個問題 原來這樣 那些狀況 很抑鬱 抑鬱和那個狀況 是當時我感冒 我家人就覺得 是我傳染媽媽的 還要是罪魁禍首 還要是你感冒 你不要去醫院 你不要再惹她 媽媽的狀況 你又不可以去醫院 其實是挺難過的 我一段時間 但是你要吃 要接納你自己 你真的在這一刻 我真的抑鬱 你也會抑鬱 那我是人 你不會抑鬱 我當然不會有這個狀況 我們先休息一會 我們一會再回來 去分享這個問題 大家休息一休 好 回到我們下半輯的 《神神秘秘》這個節目 剛才說到我們都是人 我們都有我們自己的課題 但是賽斯這套信念 是可以令到你真的 在當你去經歷的時候 我覺得很誠實地面對自己 是 很仔細地觀照自己 還有去 容許自己的情緒 跟自己在一起 還有真的 譬如對於一些發生的事前 的切入面很不一樣 譬如我面對媽媽的生死的時候 對於生命當然知道 我不捨得 但我知道只不過是暫時的分離 還有在靈魂的層面其實很短 我剛才昨晚回到家 在車上 突然說 一生人真的很短 一生人其實真的很短 我想回到我小時候 很快樂 半世人 大半世人 我都不知道 我也不敢說 我猜會跟我自己說 半世人 OK 剛才說起實相 是嗎 是嗎 我們剛才說到 實相如何約膜 是 代表甚麼 然後大家又舉了例子 實相如何回應自己 然後如何追溯 追溯信念 是追溯信念 是 我想大部分的書 外面其實有講過 給大家聽 佛教也有講 你的心 創造 心儀功畫師 即是創造了你的實相 有很多人就不知道 甚麼是實相 後來人們就開始掌握到實相 實相 我們就說了 這個字眼 是嗎 然後開始去 但是怎樣做出來 有很多人 吸引力法則就告訴你 信 不如問 很多大師都說過 是的 你信吧 然後人們就開始用 有些人就用到 所以就開始信多些 信多些之後就開始不滿足 我們有時候會提倡 你看雨神對話 也會令你開始知道 原來我這樣想 他會讓你知道 原來我這樣想 但他也沒有很仔細說這部分 如果有些人 對於這件事很有興趣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看賽斯 是的 有時候我不提倡 每一個人去看 有些人真的不適合 那個心意很實的時候 是的 你需要那些信念 而且很有趣的 當你真的去尋找那些信念的時候 我們每一個核心信念 還有一些信念蟲 去捍衛那些核心信念 可能你一開始接觸的是 你的信念蟲 那你就會說 我又想了這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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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好像一堆東西 那怎麼辦 慢慢拆 你真的需要一些時間 去接納經歷和觀照 然後你會慢慢去接近那個核心信念 是的 然後你越去接近核心信念的時候 你會越清楚和明白 可以舉個例子 譬如我那時候有一張圖 就是你有一個星球 叫我愛自己 你有一個星球叫不愛自己 覺得我沒有價值 那你這兩個星球 會不斷吸引不同的信念蟲 譬如你有些想法 如果你覺得自己可愛的時候 你會覺得這個男人 我一定找到男人愛我的 那你就在這裏 但是你有一個 就覺得自己沒有價值 可能你在工作上 就經常覺得 老闆經常欺負我 為何沒有人聽我 我又不敢說事 我又不敢揹飛 即是你會有不同的信念 在底層下 然後吸引了一堆你的想法 黏在這件事上 但如果你一下子說 要撕掉底層 即是說 我不是 我是有價值的 即是有些書說 我是有價值的 但是你如果不撕掉 鬆感一點 在外面那些 你不可能這個星球會飛走了 他一定會在附近走來走去 即是 即是縱使你有一個 不是我都覺得很愛自己 我都覺得很重要 但你會覺得 明明中有一些東西障礙著你 即是 直至到你把這兩個信念都找出來 而非常之確立這個 這個才慢慢會走 但這個過程不簡單 為何我的工作會開呢 你要在思想和情緒那裡追到 因為這些東西 你把核心信念 核心信念其實不是思想上的東西 是有細胞記憶的一堆東西 經驗上的東西 是的 而且你在生活經歷裡面 當我們不清楚不明白的時候 我們會不斷證明我們自己是對的 是的 你會創造一些事件 證明你的核心信念是對的 那些東西更加堅固 更加被很多信念蟲包圍著 所以為何我們有時說 稱引記 或者稱什麼 稱什麼 稱強盜 不如我們舉個例子 我突然想起一個例子很簡單 譬如有一個人 他覺得小朋友是頑皮的 於是他就會不停地搜集 小朋友是頑皮的證據 小朋友是頑皮的證據 於是他這個信念蟲 就越來越大 很功夫 所以你去稱強盜的時候 你還是會遇到那些事件 你會自然地有你原始的反應 但是你的觀照度大了 我又有這樣的看法 我看到我又有這個看法 原來就這樣 然後再清醒的時候 那個強盜可能會鬆了 我需不需要有這個看法 你的選擇性又不同 直到那件事不再相關你 有小朋友是頑皮 不過有小朋友也是乖的 可能看到頑皮的小朋友 可愛的一面 或者乖的小朋友也是他頑皮的一面 那就看到實相了 是的 真實性 雙婷經常說 當我們要面對一些事情 我們其實是會兩邊擺 是的 我們其實是兩邊強盜不停擺 擺到你看到 原來小朋友乖和小朋友頑皮 都是小朋友 而你去回一個中間位 那件事不再干擾你 那個時候 你就會去到 你不可能會沒有信念 我們是有不同的信念 而且我們會不斷在人生裏創造劇情 我經常都覺得 以前有些人覺得 他所謂的修行就是 沒有劇情就好了 是的 那你死定了 是的 我沒有葉 沒有 沒有 清洗 所以就去深山那裏修行 是的 生活平如鏡 那你做單細胞 所以生物就可以了 剛剛突然想說 其實信念沒有好和壞 只不過就是 當你發覺你有這個信念的時候 在你身邊發生的實相 是不是你喜歡的實相 如果這個是你喜歡的實相 我可以告 但你可能對其他人 這個不是他喜歡的實相 也不一定 所以我經常 其實 剛才你說的 譬如說 你現在的實相追回你的信念 可能 有些人很喜歡那個實相 也不一定 沒有一樣好和不好的信念 我昨天晚上才寫了 在實相 我說 你覺得男人沒有好 那這個信念你很相信 是沒有問題的 好 你便繼續他沒有好 是的 他覺得是這樣 然後他很安於這個實相 是可以的 直到他覺得不妥才有問題 所以信念是沒有好和壞的 是的 你都不可以評論別人 你覺得人生是苦 你有問題 沒有人很開心 我經常跟學生開玩笑 就是你真的信什麼都可以 你今天開始相信自己是一坨屎 你試試信三個月 看看你創造的實相 或者你現在開始相信自己是 人生一路走下坡 由今天開始 由你一路走下坡 你再信三個月 看看你的人生會怎樣 這樣說 不要玩了 真的 你真的信什麼就可以 因為思想我們有一個很寶貴的禮物 叫自由意志 我們的思想是自由的 你真的信什麼都可以 你去留意你自己信什麼 但是那種信念 初思書裡面 出人實相 個人實相 在本身裡面 個人實相 在本身裡面 都提到一件事 甚至乎很多新年代的人 都會有這個狀況 就是 我創造了這個實相 是 他就認命 不過我沒有辦法 沒有力量 是啊 我相信很多人都遇到不少 或者你也有遇到不少 就是 我知道了 我創造了 我創造了 我沒有愛我自己 他就很認定 更加認定這件事 而看不到 就是 這一刻 當你知道的時候 你就可以去改變你的 你不是那個受害者 你是那個創造者 你真的可以由下一秒 開始創造一個不同的實相 不過很搞笑 你的WhatsApp的名字 我覺得很棒 收改信念 收改信念 再做實相 是 收改信念 真的很棒 最初有一部分 很長時間說 就是 他說你的自我 其實是每天 好像在牙包裡長出來 所以其實每天 你自己都可以 不過我們對於自己的 能力的彈性 想像能力太低 例如我是幾號仔 五號仔 七號仔 他就覺得自己是這樣 但是沒有的 根本 你越發展得多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你的面向實際太多了 哪有幾號仔 可以限定你的 初期就用來了解自己 就很好 可能有原始的一個方式 但是你始終知道 渣裝權在自己手上 但是你的變化可以很大 沒錯 所以她經常說很多這些 她說得很抽象 好像一個牙 每天長出來 但是你的骨幹藥膜 就不會變 但是你的內容 可以很大彈性 她會說很多這些 例如我們 女性 東方人 黃皮膚 我們家裡的背景 這是我們的骨架 我們的 context 我們設定了 不過都是我們選擇的 但是在這個條件之下 你怎樣去活你的人生 仍然是你自己創造出來的 那樣就是 你拿到一個劇本在手 骨架定了 故事大用 但你怎樣上演這齣戲 仍然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怎樣去經歷這齣戲 都是你自己決定的 你可以用一個很悲慘的 或者是你很創造力的 每一分鐘你都可以去創造一個很不同的經驗 都可以 其實我自己也會想 為什麼我經常說 信念創造實相 為什麼有些大廊我沒有改的 有時我自己會想 其實有些我們不喜歡的東西 其實是我們頭腦上不喜歡的東西 而我們的靈魂層面 譬如我設定了我這輩子 我要經歷的一件事 我去學習某一個課題 這個是我們靈魂層面 一個大我的東西 所以有時我們頭腦不喜歡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會改不了 因為我們有個大廊 我們已經決定了 我有時會自己經常這樣想 不過你小心這個 會很容易令到你自己覺得 逼自己接受 不少少 不過意思是 有很多人會覺得 他覺得自己需要認同他的大我 於是他就會承認了我 我創造我的實相 我現在要接受這堆東西 我必須要經歷的 我通常會告訴他們 你別這麼快接受主 雖然沒有抗拒 但是你要接受的時候 其實是你必須要看到 這件事發生的背後意義 意義你必須要看到 然後才好好接受 另外外面有些學靈修的人 很容易說自己要有包容度 然後就承認了所有東西 但是他不如就是愛我 所以才安排這些 這些是禮物來的 但是根本 我們根本都不知道他說什麼 人家為何要送這件事給你有原因 是啊 你不是 我真的很感動 要送這件事給我 我都不知道 你都沒有拆過 你都沒有知道 其實最有意義 並不是要你經歷 他多麼直接 多麼自發性 你要經歷的是有背後的原因 你要學懂那個智慧 而不是我只要經歷過就算了 不是只是經歷過 裡面你一定有些東西得到 所以有一句說話叫做 入世而超世 你又進入這個劇本 又好好地認真去上演你這個角色 但是你又有一種超然的角度去看 這個角色裡面我正在玩什麼遊戲 有一個高山看下來的一個角色 然後我又知道我正在玩這個遊戲 我又不需要太過入戲 但是我又很盡情地在裡面玩 這個 真的很難 很難 你說完了 你到底怎樣啊 大師 是否關了頂就可以了 所以說就簡單 一句說話 但是裡面的角色 真的可以 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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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何入世而超世 這是一個很高的智慧 你都說了 不如說一下我們喜歡看哪本《賽書書》 我喜歡看《令文明心》 你喜歡看《令文明心》 你喜歡看《令文明心》 我挺喜歡看《神奇之道》 我喜歡看《神奇之道》 有一些很大的問題 就是一般人看會覺得很大衝擊 我怎樣可以隨著心來睡覺呢 我要上班 他說了很多 你要追隨自己的衝動 有時你的工作量很驚人 很創作 有時你是完全沒有的 他就會叫你好好照顧你這些時間 我要上班 我明天就要交項目 我怎樣隨著心 這些很大衝突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過程 我們過了之後 大部分人都是財務員 每個人都是在網絡做生意 沒有什麼大公司 又不用支持大企業 沒有的 慢慢會 會下降 我們那時候有個分享 我們那時候的第一班 原始我們自己的頻道班 四十多人 基本上有一半以上 兩三年之後 都變成了自由工作者 真的 很多人都 當時已經有很多人是 當時是少了 我想慢慢變了 我想應該是物以類聚 這班人我們聚一下聚一下 其實大家的過程應該很相似 然後我們就是 這班人現在變成自由人 現在變成做人 我覺得大部分人都會這樣 七十年了 七十年之內 大部分人都會變成這樣 那七十年有什麼 其實這是一個循環 這個 什麼 二零七幾年會全轉 二零一二沒有的 是啊 許醫生有說 二零七幾年 許醫生說 我不知道 蔡司也有說 但我不管 那許醫生說 就是蔡司說 你這麼武斷 總之 我們知道有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 整個社會會轉化 其實回到晚上五 以你們的頻道員那班 已經開始發生了 其實大氣候也會一直這樣發生 所有架構性的東西都會被摧毀 慢慢的 發展了另一種架構 現在的家庭辦公室 很多人在網上做生意 已經很多人不用回到晚上五 所以我覺得都很OK 還有高普拉西純 其實這個地球是二十四小時運作的 以前就會有每一個地方 有地方性的一個節奏 但現在已經跨角得這麼重要 譬如晚上你不睡 你都很精彩的 在電腦上 真的很精彩 非常了解 我試過有一次 我住沙田朋友在火炭 他說來火炭開會 我說不用了 我們Gmail見 在家裡就開會 為何我要花一個小時去旅行 我就很舒服 都是我看見你我看見他 開會 其實我覺得已經夠了 許醫生現在都視訊 他以前不用飛得那麼重要 雖然他也是飛 但其實我們用很多東西 可以透過網絡做很多東西 即是身體有用的 但這東西可以改善到 我們整個結構慢慢轉化了 對於時間和空間 我們已經開始去打破 開始四次元了 開始打破我們的限制 其實我們科學也好 什麼也好 但其實創造性還可以大 還可以大很多 你呢 你有沒有什麼賽斯書 你喜歡 我其實看來看 看過去實際的本質 那本《入門》 我看了幾年 我看了幾年 我看了十幾年 我知道 都是在看他 但我已經看了第三次 第一次是很快揭 其實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中文字都認識了 當然有幾個不懂 查過字典 但到第二次看的時候 應該是年多前 感覺就不同了 我覺得已經明白了 以前那本《入門》也看不明白 現在知道是什麼 現在開始又再看 第三次你覺得怎樣 我看幾頁 我看八卦雜誌多 我正在看另外一本 是《賽斯修煉法》 黃色那本 我現在開始看 我正在看頭一、二章 正在學做的練習 對 對 《賽斯修煉法》有修煉的方法 但外面沒有人教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開始有人肯 請那個人來 不過我前陣子有機會 去接觸《賽斯早期課》的資料 而帶那個人 阿珊 他真的帶得不錯 他對很多字眼的分別 但後來沒有時間 而我對《賽斯》的那種博大精心 透過《賽斯早期課》 我更加 他對字眼 我們不要在外面的字眼看 在外面的字眼看 他真是有一個很大的 很刺激的 你有機會可以去找 他真是不錯 早期課的字眼 你呢 你哪本書 你自己 我有很多《賽斯》的書 是的 我最主要看 就是看《個人實相上》和《下》 這本書 我其實 今天雙亭上課 上了幾次 都是繼續重複重複看 我看《健康指導》 我看到J 即是 晚期那時候 對 晚期那時候 但那些東西 其實就是要打底 我不是看得很精心那些 但本本也會揭一下 《健康指導》 《神奇指導》 我想要快點看 很有趣 《健康指導》是最後一本《賽斯》書 但我是第一本看完的書 我先看《健康指導》 所以本來我也不知道 是否看完 總之就是 就是 隨便揭開 就是 隨便揭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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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時候 後面那些比法比較少 前面那些因為我要預備課文 經常都有做 但後面 譬如分裂的性格 那兩個 奧古斯丁 奧古斯丁 我看了三四次 奧古斯丁一 奧古斯丁一 奧古斯丁二 如果你的表現和真實的 你越來越遠 那你就會出現 類似之間 副人格就會慢慢走出來 然後慢慢想 一天再重新 你自己 是的 這個關 我之前在這裏 都說過關於精神病 其實有很多人說 精神分裂 人格分裂 什麼都好 這些狀況 是當你擁有兩個信念的時候 一般人是察覺的 只不過不喜歡 但是分裂的人格是 他排斥另一個信念 是的 那排斥 譬如 我們說 如果 如果 躁鬱症 就是你有個英雄的自己 和狗熊的自己 有一邊就覺得自己很威 然後看不起他的眼睛 有一邊就覺得自己很自卑 很無用 然後就 就到別人死 那這兩個人格 本身應該每人都有些 但是 你當自己很看低 那個差的自己 又很看高 很擅長的自己 那這兩邊 就互相排斥的時候 然後才會開始奧古斯丁的狀態 而且 你壓於自己情緒也會 是的 粗狂症的人 是對於 強烈地表達自己 或者表達自己的情緒 是壓得很厲害的 所以他有時候 突然出來的時候 是他自己 沒有控制 是的 是 你弄壞了一杯 然後很大力 突然那一刻 他自己沒有控制 其實抑鬱症的人也是這樣 傾向 他們是很否定 能夠有力量和表達自己 或者他很否定 他那一刻的負面情緒 他覺得 我不應該這樣 不應該怎樣 不應該怎樣 那你一壓抑 其實你裏面 就亂了大浪 我試過 有一段時間 我中學時期 我自己都不在意 但是我很多次 別人告訴我 我在這裏自言自語 我等車 自己在這裏說 自己在這裏答 是的 傻的 自己在這裏 然後我說 你做甚麼 我說 你不用理我 原來 其實那裏是很邊緣 因為那段時間 人不開心 那是很邊緣 精神分裂的邊緣 我自己裏面 有一個自己和自己的對話 我可不可以承認 我也有 我也有 每個人都是瘋 我全都是精神病 我全都是精神病 我是小時候 睡覺之前 極度自我檢討 我是那些自己要求很高的人 然後自己檢討 然後開始自己對話 我怎樣說 然後怎樣說 其實那個人怎樣說 我應該怎樣說 你會否再說一次 然後再說一次 另外一次的對話 我呢 我發現了一個問題 是我和我媽去旅行 那時候五年班 和我媽去旅行 媽媽你過了甚麼 即是臨睡時 你在那裏說甚麼 你媽媽跟你說你過了甚麼 對 因為我自己在那裏 臨睡 每次都在那裏檢討 看不看 之後自己開始說了出來 然後我媽媽就 然後問死 為何我控制不了自己 我不停這樣對話 你覺得自己控制不了自己 是控制不了的 其實是不在意 不在意 是不在意 然後覺得世界只有自己 開始在那裏對話 對 將一些場景重演 明明知道媽媽在那裏 廢話給她聽 如果當時我這樣回答她 她會怎樣 你真的會說出來 對 然後會想起那個情境 她會有甚麼反應 諸如此類 然後她會說 瘋了 然後回到現實 但很快又會再滑進去 是啊 在那個位置有些情境 你們這麼想 我們是請假出來的 沒有這些情境 但沒有問題 你自己在反錯 反錯了 我記得有一次 我回答 我回答Van仔 那輛車子 我臨下車時 看見一張紙 是100元以上 要上車前解決 然後呢 那我下車的時候 才發現我只得到100元 我叫不好意思 我只得到100元 我說不 我應該上車跟你說 那位司機 是糾結100元 他獨個眼鏡給我 他用完給我 他拿給我之後 它自然 那一刻 不懂得反應 然後我下車 他手上用眼睛 然後流眼淚 為何讓別人這樣對我 為何不表達我自己 這件事我反錯了一百次都有在我裏面 因為那一刻 我覺得我的情緒根本沒有表達到 我沒有為自己的字 被人握得很緊要 這兩集我們下的時間好像很不夠 我們這兩集是為何我們選賽斯這件事 我們很感謝阿敏 感謝阿J來跟我們瘋了 我們請假出來就回來了 我希望這兩集可以帶到一些賽斯的觀點給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可以留下留言給我們 我們會和你聯絡的 多謝大家收看這兩集再見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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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